看着嫩芽全被春相给啃食 制茶师林玉阳不改其友善耕作的获达 春相 茶树的春相吃的 它天气这避风的地方它就会出来吃 都是傍晚 现在我们人在那边它不出来 它傍晚之后就会出来 就把嫩芽全部吃完 不一定说我们要去消灭汤 因为有的时候留起来吃 因为自然生菜嘛 可是全部不要吃了 我们要吃什么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偶尔会做一下 用生物做一刀防止 让我们得 让它有得吃我们也有得吃 对不对不是和平共存吗 茶园所剩不多的一心二业来到茶场 致茶林严谨从对器具的爱惜开始 排列讲规矩毁掉扑面要平整 林老师细心叮嘱这各个小细节 严格评管自家的四大名茶 其中带白毛讲究自然的白茶 七年城堡 所有的元素他都要 他不用高分也不低分 他不搅拌不柔软不吵清 散热三不 他是放对自然的燃灶 用低分把它赔燃灶 可以保存要把茶的 不要把高分就会把茶本身那种里面的那些成分就赔掉了 因为他会说一年成茶 三年成药 七年成保 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重新设计包装的四款茶中 名称结合文学深度化 绿茶绿云 红茶周霞 东方美人则是家人 白茶来到茶艺师手上 淡雅清香的韵味名为淡薄 喝起来是比较 不是像有些茶的那种韵味是很浑厚 或就是香气那么浓郁的感觉 它是比较淡雅的 那我就觉得很像是一个君子嘛 所以就把它取淡 种茶友善跟作 制茶程序严谨 泡茶意在心境 品茶关乎礼数 制茶师的好茶得经过茶艺师的好手艺 才能拿捏好分寸相得益彰 慢事的清香 茶友们搓饮茶汤 品名笨道 是艺术也是生活 记者陈信伟采访报导